嗨,哈喽,大家好,我是JoJo 美国心脏协会AHA研究发现 少吃盐可以降低罹患高血压、心脏病、中风、肾脏病、骨质疏松症以及癌症的风险 如果所有的美国人每天平均摄入盐量降到3.75克 高血压的发病率将下降25.6% 预计医疗保险费用将节省262亿美元 未来10年之内将避免120万人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金童医生 如果摄入盐超标了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异常呢 这个美国人的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的盐不超过5克 也就是这5克是指找中晚三餐炒菜时放的盐 总量不应该超过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大小的那么多的盐 如果食用盐分过多呢 基本上有六种这个表现 第一个呢就是感觉腐胀或者这个有紧缩感 有时因为过量的吃这个盐呢 这盐分主要是它保留水分 导致额外的这个液体啊 积居在这个脏器内 这样就会造成腐胀啊 觉得有紧缩感 第二个呢就是血压就升高 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呢 都是因为这个吃盐过多引起的 这身体呢吸收太多的盐啊 就会使这个肾脏的重新吸收更多的水分 这样呢液体就大量滞留在血管中 血管的那个容量啊就会增加 血压也就自然就增加了 第三个呢就是有 会出现这个水肿的现象 当体内的盐含量过多啊 这个体液就会大量的滞留时呢 不止在血管内 身体啊组织的肩质 也会有过多的水分滞留 就会呢导致这个脸啊 手啊脚啊 尤其这个呃 脚关节会出现这个水肿的现象 有时候一摁呢 它就凹进去 第四点呢 经常有这个渴的感觉 身体吸收太多的盐呢 会常感到非常的口渴 自然就想多喝水 因为这个喝水呢 可以帮助这个中和这个盐分 所以有人就喝水喝的很多 第五点呢就会常跑厕所 这喝太多的水呢 会导致上厕所的次数多 还有呢第六点就是身体迅速这个增减 有时候盐太多啊 体内就保留的水分也就会多 就是让这个体重增加 有时候那一天内呢 这个体重呢会上下 可以浮动超过这个一公斤 或者如果你要觉得在一周内呢 体重超过两公斤啊 就回想起来 这过去这个一天或者几天 是不是摄入这个盐分太多 哪天吃盐吃的又少了 这体重又可能迅速下降 这种快速体重的改变呢 有时候跟这个盐分啊 是有关系的 维也纳医科大学 最近有一项研究也表明了 经常在菜饭中添加盐的人 罹患胃癌的风险 比那些平均在餐桌上 不添加盐的人 高出大约40% 也就是你平常在吃饭的时候 会加上盐 那这些呢就可能是危险族群 虽然检炎是许多民众 已经非常熟知的健康概念 然而呢通常习惯重口味啊 尤其是平常外食足啊 突然归为平淡 恐怕呢改变就会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金童医生 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有一种方法叫一周检炎方法 这种方式呢不需要每天进行 而是每个月呢进行一周的检炎饮食就可 在这一周的日子里呢将这个盐分控制到 我刚才说的这个摄取量不超过五克 当这个检炎那个结束后呢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这个饮食习惯 有趣的是如果这个进行这一周检炎之后呢 因为他这个人的味觉呢 他已经被重新这个更新了 有时你还吃以往的这种饮食呢 你会觉得太咸 这样呢就自然而然呢就减少这个盐分的摄取 另外呢有的人呢 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做饭 经常在外边吃东西 外边东西都是一般都是高油啊 高盐 所以难以三餐检炎 可以建议呢进行早餐检炎 早餐那个盐分摄取呢 过多也容易让这个血压上升 就是推荐的这个低盐早餐 比如你可以用高麗菜的菜丝啊 配这柠檬汁 然后呢自己再搭配一些豆浆肉包 这样就可以早晨既是吃的丰富呢 又低盐 平时还有一些小技巧啊 可以帮助你减盐 首先呢就可以透过这个佐料 还有酸味调料的进行减盐 平时尽量少加盐 但可以加一些辣椒啊 芥末啊醋啊 还有这个柠檬汁啊 这些调料帮助你这个代替这些盐 另外呢减少吃油炸的东西 一般油炸的食物啊 都含有大量这个盐分 东西炸完之后 它盐分自然就会提高 因为它水分也减少了 第三点呢就是积极摄取一些富含钾的食材 比如说那个像高麗菜啊 牛油果啊 还有这个香蕉 哈密瓜啊 苹果等 含钾高的东西呢 吃进去之后可以帮助人体 排纳保甲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这个身体多余的盐分 然后另外呢 这个调味料的更新 可以换成减盐的版本 平时那个调味量要看一下商标最好要低盐的这种调味 然后另外在外边吃东西的时候呢 也要捡这盐分比较少的这个食品 最后一点呢 就平时我们买东西看那些什么罐头啊 养成看包装袋的习惯 看它里边含有那个钠的含量 到底是多还是少 这样才能保证一天不超过五克的纳的摄取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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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